一个月后,莫竹和苏七少、董长风等人终于带领将士们回到了圣经城。 此时,楚玄臣早已经知道他们打了圣仗的消息,而且已经公告天下,让百姓们都知道了。 所以,在将士们班师回朝的这一天,百姓们纷纷守在街道两旁迎接将士们归来。 你们看,将士们来了,他们回来了。 是啊,他们打圣仗回来了,快欢迎他们。 我们终于打了圣仗,赶走敌人,能保百姓们平安了。 是啊,我们在打仗时吃了很多苦,受了很多罪,可如今看到百姓们的支持和笑容,更是觉得一切都值了。 将士们,辛苦你们了,谢谢你们为我们打了圣仗,保卫了国家,谢谢你们。 看到百姓们那真诚的眼神,将士们的眼眶也湿润了。 很快,队伍经过大街,来到了皇城门口。 此时,楚玄臣和云肉月早就换好盛装,率领百官等在皇城门口迎接凯旋的将士。 不一会儿,他们就看到不远处的董长风、苏七少、墨竹、江宁等将军正骑在马上,带着将士们徐徐地行了过来。 月儿,你看,他们终于回来了。 是的,他们终于平安归来,终于开闲了。 莫叫参见皇上。 免礼,董将军,几位将军,你们辛苦了。 不辛苦,皇上,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 诸位将士,你们也辛苦了。 不辛苦,皇上,保家为国是我们的职责。 这次多亏了几位将军,还有所有将士们的艰苦奋斗,浴血奋战,我们才能打胜仗。 将士们,你们真是我楚国的大英雄,大功臣。 皇上,男儿理应为国效力,这次也多亏了皇上和皇后娘娘支持的火气粮草,我们才能迅速反败为胜,一举将联军击溃。 是啊,皇上,如果不是你们为我们保住了后方,我们也不会那么快胜利。 嗯,这些火气和粮草,也是诸位大臣和百姓们一起努力的结果。 所以咱们这一场大胜仗,不是属于某个人的,而是属于我们全体楚国人民,楚国百姓的。 皇上万岁,皇上万岁。 诸位,朕早已为大家准备了庆功宴。 等大家吃饱喝足之后,朕便会犒赏三军,论功行赏。 皇上威武,皇上威武。 皇上威武!